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一的节目 今天的主题是 习近平致电拜登慰问 小粉红酸了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播报 7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 第一个是深圳市7月21号通报 本土新增案例加上无症状感染者是13例 那么新增境外输入18例 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说 将会调动所有的资源 采取所有的措施 迅速消除关键区域的社区传播风险 果断切断 病毒传播链 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蔓延 深圳特区报续21号发表评论文章 标题是 迅速把本土疫情围住 捞干扑灭 文章说 深圳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最新工作部署 要求以最严的措施 最大的力度 最快的速度 扑灭本轮疫情 动态清零 符合国情 符合科学 录制是对的 效果是好的 是现阶段我国及时 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 这个话说的 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狠 那么这个 这个看来是要下大动作了 下这个大动作会不会产生 上海封控两个月的效果呢 我们要观察 那么之前深圳的疫情防控 防控措施 主要是针对 发生 发生病例的地方进行局部的隔离 那么他们对这种隔离措施 对经济活动 对居民的出行 大体都能保持正常 但是这次孟凡利的表态 显示他要放弃这个所谓的精准防控策略 要全面清零 孟凡利是今年7月份 刚刚调到深圳当书记 那么过去三年的实践证明 病毒无法消灭 动态清零是野蛮和愚昧的行为 那么深圳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 山雨欲来封满楼 现在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大家小心 深圳的网友要小心 第二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于7月8号在奈良参加助选活动时 枪击身亡 日本内阁会议7月21号决定 9月27号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外相林凡正表示 已经通报全球199个国家 包括台湾和俄罗斯 但是没有朝鲜 安倍国葬和中日建交的日期非常接近 有记者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以国兵的身份访日 日本的官房长官 松野薄一说 包括疫情在内 还有很多状况需要考量 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行程 为安倍举行国葬 最早是由执政自民党 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提议呢 在日本朝野引发了一些争议 包括日本共产党 这个令和新主选 盛民党 这个主要是左翼 左翼在野党 表示反对 那后来决定国葬的原因 岸田文雄说 1 安倍晋三是日本宪政史上任职最久的首相 执政8年8个月 2 安倍生前主导了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灾后复兴 实施了安倍经济学 拓展了日本的外交 在内政外交多个领域留下了重要的执政成果 第三 安倍是在为竞选人助选期间遭到枪击身亡 为他举办国葬 能够展现 日本不屈服于暴力 维护日本民主制度的决心 根据日本历史和传统 国葬就是以国家的名义举行葬礼 国葬是作为仪式实施 并不要求日本国民扶桑 那么日本NHK的民调显示 49%的民众支持 支持国葬 38%的民众表示不支持 第三 今年台湾的汉光 汉光军演将会在7月28号举行 汉光军演叫38号演习 那么7月22号台湾军方透露 当天清晨一艘解放军的侦察船 出现在花莲县 封冰箱外海 大概44海里的地方 从游北向南航行 之后再往东南方向移动 脱离监测 那么今年汉光演习的重头戏就是在宜兰 宜兰苏澳外海举行的大规模海空联合作战演练 解放军侦察船这个时候出现在附近 花莲外海 非常敏感 台湾军方透露 往年台军在东部海域重要的军演 解放军侦察船和海洋调查船都会出现 侦察船主要是解放军北海舰队的天狼星号 和东海舰队的天拳星号 海洋调查船是海大号 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7月21号凌晨 发现一艘解放军815型的电子侦察船 从东海穿过宇纳岛和台湾之间的海峡海域 向南行驶驶入太平洋 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军舰进行情报搜集 和警戒监视 汉光演习是从84年开始 台湾全国性的防卫作战演习 假想敌 就是解放军 第4日本内阁7月22号公布 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明确指出 中国在安全保障上越来越让人强烈感到忧虑 中国海警船去年连续157天进入钓鱼岛 海域 历史历来最长 中国持续扩张海空势力范围特别是在 东海的军事活动 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不断的加强 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派战机联合飞行 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关切 今年的白皮书关于台湾部分内容多达10页 比去年增加了两倍 日方认为 无法排除两岸军事紧张局势继续升级的可能性 因为近年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海域 不断的加强 登陆 作战 投射等训练 日本与盟国合作时 将会加强密切关注台湾的 相关动向 这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第2次发布 防卫白皮书去年在他的主导之下 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章节中抽出 放到新增加的美中关系的章节中独立介绍 第五 最近行业观察机构TechInsight 拆解了中芯 拆解了中芯量产的7纳米 芯片 中芯国际的7纳米芯片是用于比特币挖矿的芯片 那这个TechInsight发现中芯国际的这个芯片 从初期的影像显示 这个芯片几乎完全抄袭了 台积电的7纳米制程 这款芯片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出货 那么在此之前中芯国际一直在生产14纳米的 14纳米制程的芯片 中间跳过了12纳米10纳米 直接进入7纳米制程 那么科技报专栏作家 台湾动物大学的教授林修明说 本来是14纳米直接跳到7纳米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就像老师改卷 你没有整个推演的过程 直接写答案 跟隔壁的答案一模一样 就让大家怀疑你在抄袭 那么在此之前中芯国际已经有两次被发现 抄袭台积电 台积电在2002年2006年 两次 对中芯国际提起诉讼 告他中芯国际抄袭技术 双方在2009年达成核解 第6 最近日本原子能 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福岛核电站 污水排海计划 认为污水的安全性能符合排放标准 根据计划 核电站将会先用海水 稀释 和污水 降低放射性的物质 川的活性 使它的活性低于国家标准的40分之一 然后再进行排放 整个计划排放要几十年时间 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说各方对日本 核污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数据的可靠性 进化装置的有效性提出很多疑问 但日方始终置若网闻 中国的核电站的排水污水排放的标准 比我们刚才说的日方的标准 高 10倍 高10倍 但是中方自己从来不说 第7 近日一份小红书内容审查文件泄露 其中包含大量审查的细节 这个文件叫舆轻监控处置流程与制度 这个文件长达140页 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小红书 监测舆的方式 以及在过去几个月里积累的舆轻案例 文件显示 小红书审查部门定义了10类舆轻事件 并且将舆轻分成两类 由政府下令的审查指令 和内部舆轻 也就是小红书主动自我审查 对于来自网信办的审查指令 小红书要求做到立即响应 在紧急事件处理流程部分 审查部门不仅要求快速 下线相关内容 还要求审查人员 利用被删除的样本提取 提衍生词进行二次回查 泄露的文件还包含从 2020年2月21号到2020年5月6号 61篇舆情日志 均和习近平有关 在61篇日志所覆盖的两个多月时间当中 小红书的审查部门 总共发现了271条 与习近平相关的舆情 并添加了564个敏感词 包括粪坑先生 报告维尼鞋史 包括人民领袖 鞋大大 大撒币 习和鞋 足球迷 人均接近8000万 亲自指挥疫情等等 大家知道小红书是目前大陆网络购物和社交平台 成立于2013年6月 截止2019年小红书 说他有2亿个用户 小红书的舆情控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交平台 舆情控制的模式 基本上都是这样 非常可怕 这就是中国人现在生活的 言论空间 言论空间就是一个这样的 第8 7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启动第1次 叫统计督察回头看 进驻了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五个省市 还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教育部一个农业部两个部门 统计局说对常规统计督察整改工作开展情况 重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长效机制建设情况进行督察检查 对数据质量提高统计环境改善 等回头看整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信息 今年第1 2022年第1统计督察组 已经进驻了重庆 7月21号与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接 对重庆市展开为期22天的 统计督察 统计督察回头看 第9 公安部通告截止目前 公安部A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了12名电讯网络诈骗集团 重大头目和骨干人员当中已经有9人到案 公安部会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部署在全国 开展为期一年的拔钉子行动 并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电讯网络诈骗 诈骗集团重大头目 和骨干人员 然后各地公安机关全力开始追击 逮捕 6月11号 河南 河南抓捕了张诗龙 6月12号 安徽抓捕了吴志强 另外还有刘峰亮等7人 主动投案 目前还有3人在逃 他是看了我们昨天的 昨天直播二吧应该是 赶紧公布一下 这个电信诈骗案的这个成果 第10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7月21号发表临床医学报告 指出95%的猴豆患者 都有可能是由性行为感染的 报告指出 在调查的528名猴豆病人当中 406人在近期曾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在过去三个月当中他们的 性伴侣数量的中位数是5人 69人曾经参加性爱聚会 感染猴豆的病人集中在同性恋者 但也有9名异性恋者被撤出感染 第11 最近有网友发现 南京九华山公园 咸藏寺 地藏殿内供奉的4名 日军的战犯 那么长生牌 分别是这4人分别是 田中军籍 古寿夫 松井石根 野田 野田义 那么供奉人名字为吴阿平 供奉时间是2018年到2022年 南京市委收到街道举报之后成立调查组 进驻寺庙调查 并且进行了处理 撤换了闲藏寺主要的负责人的职务 责令闲藏寺停止日常活动 免去区民主 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元元的职务 对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宏与劝 叫戒免 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计情语 停止检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 政府已经开始把手伸到每个领域 7月22号上午11 11点 台湾艺人林志颖驾驶特斯拉Model X在桃园 桃园市中正桥撞上了隔离岛 隔离岛 车辆当场起火 林志颖被救出头部受伤满脸鲜血 没办法说话 手臂脱臼 旁边六岁的儿子胸部受伤 颈部疼痛 救护车把林志颖和他的儿子送到医院 桃园警方说事后酒册 林志颖没有饮酒 林志颖在2020年开始驾驶 这个特斯拉汽车 他先买了一辆Model 3 后来又买了一个Model X 林志颖车祸的消息传遍中国大陆 微博上林志颖父子车祸瞬间 被搜了2100万次 登上热搜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药文简报 好 我们下面今天的主题 习近平致电拜登慰问 小粉红酸了 美国总统拜登感染武汉肺炎 中国官方媒体争相报道 都放在非常险要的位置 消息立即传遍大江南北 中国市民奔走相告 你想啊 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是国策啊 那么为什么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人命关天 那现在美国总统羊了 这多大的事 最特别的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2号 特地给 拜登打电报 慰问拜登 电文如下 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 仅向你表达 诚挚慰问 望你早日康复 如果单纯从外交层面来看 这个电报打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拜登之前说10天之内他会跟习近平对话 就是说双方会进行峰会 有可能是视频峰会 那通常来说不会说 就说你感染的疫情我就打电报给你 这个在外交上没有这样的惯例 这不是惯例 那么除非你 除非你出现了很严重的状况 就说 严重到了需要动用一个这样的措施来表达的时候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马克龙也得了 最多也就在微博上微问一下 不会用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 发这种国家的形式的行为 那拜登说了要通话 双方要见面 要峰会 习近平这个电报什么意思呢 热个身 或者意思要良心互动 理论上来说外交层面没有这个必要 双方应该现在正在准备这个峰会的 东西 从话题到细节 然后 正在谈判 应该都在谈判 如果你真有善意 你可以再安排的 安排这些细节当中体现出来 没必要发这个电报 这个电报是外交上没有这样的惯例 美国白宫 你看现在美国白宫 美国国务院 都没有关于习近平电报慰问的消息 连说都没说 说谁谁谁给我们发电报 慰问 没有 没说 CNBC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馆回应 这个慰问电报的事 美国驻华大使馆连回应都不回应 说明什么 习近平的热脸碰了个冷屁股 当然电报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尊老爱幼 拜登79了 那尊老爱幼 拜登远在美国 轮不到你习近平尊老爱幼啥呢 所以我理解呢 习近平的电报是什么 是一场戏 电报这场戏是演给国内看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 拜登得了这么厉害的病 我得电报慰问一下 这叫什么 这叫演戏剧的全套 不能穿帮 最近呢 你看 这两年习近平饶世界写信打电报 给小学生写信 给老教授写信 给国内的写信 国外写信 到处发电报 一天好几个 谁当选了就上门恭喜 一到纪念日就开会搞纪念活动 搞得他很忙似的 但其实呢 往来全白丁 习近平打交道 所谓的政要 全是第四世界的国家 西方国家没人理 当然 习近平还有一招 什么一招呢 为了打破这种封锁 习近平会给西方国家的 平民百姓写信 笑死 那么关于拜登的感染 国内媒体写得非常的具体 财新网是这么说 财新网报道说 美东时间7月21号上午 白宫发表声明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上午新冠检测 呈阳性 并证实拜登出现了十分温和的症状 并且已经开始服用辉瑞 新冠口服药 这是拜登首次感染新冠病毒 此前 拜登已经完成了四针 那么白宫声明说 遵照美国疾控中心的医学指导 拜登在白宫进行隔离 同时继续全面履行 他的所有总统职务 接下来拜登 将会以电话 和zoom的形式继续参加 已经安排的工作会议 目前白宫针对新冠 阳性病毒的医学指导规则 比美国疾控中心要求更没严格 白宫声明说 拜登也会遵守白宫的规则 直到检测结果转阴 才会结束隔离 并恢复面对面的工作形势 白宫表示 根据白宫的防疫规定 拜登在染疫前一天 也就7月20号 密切接触过的所有人员 都会得到进一步的通知 包括美国国会议员 美国白宫的媒体工作人员等等 白宫今年79岁 是美国历史上就职时间 最年长的总统 他刚刚在7月中旬结束对中东的访问 然后当79岁的美国总统被诊断为新冠 阳性之后 他在推特账户上发了一段21秒的视频 说他仍然在完成很多工作 并将继续履行职务 另外在一张新发布的照片当中 拜登微笑着 身穿西装外套 坐在办公室前 手里拿着文件 这有些漏了吧 这些漏了吧 你想 这新闻透露的信息是什么 第1 拜登79岁高龄 第2感染武汉肺炎 不仅没有躺倒 还能工作 不仅能工作 看上去精神还挺好 这跟中国国内的宣传 奥美克戎武汉肺炎疫情 可怕的要命啊 要封城 要动态清零 这完全不一样 第1财经报道怎么说 他说 尽管高龄是新冠的一个风险因素 但白宫公布的拜登身体状况表明 目前他整体的危险因素仍然较低 拜登2021年末的体检显示他相对健康 使拜登免除高危的重要因素有两个 一个他不肥胖 另外一个他没有新衰的老年常见的健康风险 然后尽管拜登患有常见的防灿 疾病 可能增加心脏病的风险但是他的医生说 这种风险可能被疫苗接种 以及服用口服液抵消 然后他又说这个 拜登已经接种了疫苗 白宫在周四发布的报告说 拜登的症状轻微 养饱和指标正常 一旦他新冠成阴性 他会继续隔离五天 再返回公共场合 然后第1财经还说了一个事 什么事呢 说上个月 白宫首席医疗官 福奇 养性 养辣 福奇81岁和拜登一样也是4剂接种了4剂 疫苗 然后服用口服液 Paxlovid 不过福奇用了一个标准疗程之后 又出现了症状反弹跟我一样 然后再次检测成阳性然后又服了第2个疗程 说他这种现象似乎在一些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当中 较为常见 因此又对 又有必要对Paxlovid 停药后反弹进一步研究 讲了一堆 你看 这个报道新闻报道 的越详细 这个把武汉肺炎的真相 就越泄露得多 你看拜登79岁 福奇81岁 他们都打了疫苗 他们都服用这个口服药 Paxlovid 好了 奥米克罗没那么可怕 跟感 跟感冒差不多 这就是疫情的真相 这件事情呢其实 当他一发酵的时候 叼盘侠胡锡进敏锐的发现了问题 他马上就发了一个微博 他微博怎么说 他说 拜登羊了 白宫说他症状轻微 原来美国还在把新冠当个病 还在查 不是那里的人如今得了这病比落枕还不当回事吗 的确是啊 中国走好自己的路吧 必须科学防疫 要保护好老人和孩子 减少国民的感染和死亡 同时应尽最大努力 缩小抗疫对经济的拖累 加快经济复苏和繁荣 历史将 评判中国到底做得怎么样 这话是酸溜溜吧 看上去呢 有点吐槽 但是又看上去呢 又很独的样子 故意强调老人孩子 故意强调死亡 还声称科学 其实在过去三年中国整个的抗疫的过程 除了胁迫 就是压制 最没有的就是科学 当然还没有人性 过去三年我们看到的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针对武汉肺炎中国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个谎言是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疫情本身 第二疫苗和药物 第三 抗疫措施 或者抗疫政策 中国为了动态清零的政策 夸大我讲的是当前 当前疫情的 这个疫情本身的后果和严重性 掩盖目的是为了掩盖国产疫苗的无效 还有掩盖 中国没有口服治疗药物的尴尬 从而采取最严厉的防控措施和手段 并且 在疫苗 和 和检测当中 牟利 全中国人民在经历全世界唯一的检测和封锁 这么大规模的检测和封锁 中国人民体验全世界历史最长的抗疫周期 这件事情 你说中共吧 他无能也就罢了 他还愚蠢 他愚蠢也就罢了他还恶毒 他恶毒也就罢了他还狠毒 他狠毒也就罢了他还掌权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疫情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 原因就在这里 全世界都发生了疫情 但是全世界发生的疫情的结果 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拜登总统扬了 结果把中共的谎言给捅漏了 习近平又打电报 补漏 一笑大方 一笑大方 7月21号新伊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 抗体和抗病毒药物对奥密克隆变异株 BA2121 BA4BA5的功效 这些篇录文 研究人员检测了美国FDA 批准的几种 丹 叫丹克隆抗体和抗病毒药物对上述这个 病毒的变异株的疗效 主要介绍给大家 结果发现 这个 有四种药有效 四种药非常有效 一个是瑞德西韦 一个是莫努西匹 一个是 奈马特韦 奈马特韦 这三种 他这三种呢 所有的都可以 BA121 可以 BA4可以 BA5可以 这四种 这三种药 这三种药 都可以抑制 这三种病毒变异株的 活性 另外里来公司研发的也是丹克隆抗体 很长的英文名字不知道怎么读 也能有效的综合病毒 瑞德西韦是吉利德科科技公司研发的 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药 莫农批尾是一种RNA聚合性的 这个酶抑制剂 是莫沙冬 墨沙冬公司研制的 口服 抗病毒药物 奈马特韦 奈马特韦 奈马特韦是蛋白酶抑制剂 辉瑞 Paxlovid 就包含了这里其中包含了它的成分 目前所有针对 武汉肺炎的药物 全部都来自西方 中国一个都没有 中国的疫苗也无效 现在还到处在抓人打疫苗 然后拜登扬了 习近平打电话 马上打电话 打电话慰问 中国自己出了事 他一个字都没有 在这件事情上习近平是我们见到过中共领导人当中最差的一个 网上有网民总结说 郑州大水 紧急 习近平跑到西藏视察 上海疫情紧急 跑到云南视察 河南 乡镇银行紧急 跑到新疆去视察 南征北战 深东击西 灵活作战 习近平在自己的国家打游击 所以他认为东升激将 为什么因为问题都绕开了 这是我们 今天的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我们讲讲佩洛西访台 佩洛西访台 这件事情变数越来越大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8月访问台湾 在目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之下 这个访问的变数很大 佩洛西今年82岁 他原来是计划4月份访问台湾 出发前几天感染了武汉肺炎 结果取消了访问行程 这件事情就按下来 但是没有结束 7月19号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 佩洛西计划在 8月 展开他的印太地区的访问行程 整个行程包括日本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 台湾 当然还包括夏威夷的 美军印太司令部 佩洛西访问台湾当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有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 作为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是美国总统第2顺位的继承人 什么叫第2顺位的继承人 就是美国总统现在不能行使职务了 去世了 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下台了 第1个顺位的继承人是谁 副总统 副总统就继任 但副总统如果也病了呢也不能行使责任了怎么办呢 那就是 众议院议长 所以他是排第2 所以呢毫无疑问佩洛西是美国 重磅的政治人物 影响力巨大 而且佩洛西本身 大家记得 他六四事件之后他去北京 拉横幅抗议当时他是议员 佩洛西长期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所以他影响非常大 不过呢这次佩洛西访台正好碰上了什么呢 碰上了拜登总统和习近平的对话 那么与此同时呢中美两国在海军在 台海和南中国海紧张对峙 大家记得这个美国本福德号 这个导弹驱逐舰 7月19号穿过台湾海峡 同一天 当天中国国产航母山东号 也穿过台湾海峡 他们是不是同时我不知道时间不清楚 但是他们是同一天从来没有过 那么本福德号 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 7月13号去了西沙 7月13号去了西沙 然后呢这个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7月13号 去进入南海 先在南沙群岛活动 然后去访问越南 你把这背景放在一起 佩洛西访问台湾变得相当的复杂 那么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曝光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的回应是美国军方认为现在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么佩洛西在21号回应 说他估计拜登的意思是说他担心有飞机会被击落 结果到了今天CNN报道说 美国官员认为 中国有可能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在台湾设立净飞区 目的是破坏这次 访问 美国官员还说 中国要是设立军飞区那么将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而且说 中国的回应也包括 派更多的解放军战机进入台湾防控识别区 大家知道净飞区设立军飞区是个什么行为 战争行为 这是个战争行为 这不是开玩笑 美国官员怎么突然会想到 解放军在台湾设立军飞区呢 我估计 这事是 叼盘胡锡 胡锡进的启发 胡锡进在7月19号发了一个长文 在微博上发了一个长文 说佩洛西的事 他说我建议国家这一次采取坚决行动 一定要把佩洛西对台的访问搅黄 或者让他自己望而生畏 放弃访台计划 或者让他的访台计划 成为一次冒险之旅 让他和接触他的台湾民进党 当局恍恍不可终日 深感得不偿失 他说今年4月份佩洛西访台的时候我就发文 主张他访问亚洲期间 大陆宣布台湾上空为国际航空的禁飞区 或者派解放军战机 飞越台湾岛 今天我重申 上述主张 我进一步建议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 适当距离 半飞佩洛西的专机 与他同时进入台湾岛 略过 降落机场的上空 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 这样就直接发生 他说这样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但一旦解放军战机进入并穿越台湾岛 将是比一个佩洛西访台更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 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反而要感谢佩洛西 是他创造了解放军战机 飞越台湾岛的契机 打开了解放军战机对台湾岛行事主权的崭新空间 这段话讲完之后呢 我觉得美国官员就借着胡锡进的说法 把禁飞区这个事 放在佩洛西访台的事件当中去 说明什么 说明拜登政府不太希望 佩洛西去台湾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对CNN还说 说对佩洛西的访问行程感到忧虑 不过呢我们先话说回来 禁飞区是一种战争行为 如果中国真的在台湾设禁飞区 实际上 这件事情 胡锡进把事情想简单了 胡锡进想简单了 胡锡进这个事 我觉得他提出这个想法呢 得不偿失 为什么 如果中国真的在台湾设禁飞区 实际上 立即马上 把美国拖入台海战争 为什么 你想 你在一个地方设一个禁飞区 就是针对这个地方采取的一个战争行为 如果你采取了战争行为美国还能战略模糊吗 美国肯定不能战略模糊 美国这个时候能怂吗绝对不能怂 拜登再不想打仗 这个仗自己找上门了 他肯定得大打一场 他要是这仗再不打 那打什么打 搞什么对抗 对吗 跪着投降算 那你想想看 美国战略模糊了这么多年 那到现在实际上中国大陆在战略模糊这件事情上 是找很便宜的 是找得便宜的 但如果你等美国真的宣布 你要是设战略军飞区 那我就对这件事情做出直接回应 你敢做任何行为 我们就直接 进行反制 那等于什么 战略模糊没有了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那是巨大的损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解放军也别飞 防控识别去了 为什么 如果美国做出 战略反制的话 那所有你飞过来的飞机都有可能被击落的 那怎么说 后果 后果对解放军来说的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胡锡进 图嘴巴上 找便宜 但实际上 这件事情真的按着胡锡进这么说 这么做 胡锡进说的这么做 中国大陆的后果 他自己承受不了 那就以后他就 所有的用军事上进行威胁的动作 都别干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险巨大 对吗 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这里特别报告 字幕组的Samuel 已经完成了100期 100期的字幕制作 非常感谢Samuel对我们字幕的字幕组的贡献 也非常感谢 全体字幕组 为我们的网友提供的字幕服务 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工作也非常有效率 提供了非常高效的工作 我们字幕也是非常高的质量 非常感谢 另外呢 请 请大家订阅我的 我们已经在 我们现在的部署是这样 我们在Patreon上面 有 会员服务 网友可以订阅我们Patreon的服务 Patreon服务没有广告 然后有音频服务 然后我们同时在 Tiktok上面部署了我们的短视频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去Tiktok 当然我讲的是美国的Tiktok 不是中国的短抖音 Tiktok美国的Tiktok 部署我们的短视频 短视频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短视频 上面可以集中看我们的短视频 那么我们在Podcast上面部署了我们的音频服务 Podcast当然也是美国版的 Podcast上面也是搜索 大家在所有的平台上 都可以搜索王剑每日观察 这个名称 然后能找到我们的内容 好谢谢 鸣谢 谢谢 所有的服务在我们视频下方 都有链接 你不用去找 点链接也行 鸣谢 谢谢 Vinna Lau 谢谢 KDK 谢谢 刘燕 谢谢 Pottinger 谢谢 Simon Liang 谢谢 李爱玉 谢谢 好 提问 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生 女生 还有一个妹妹 父亲再度出轨 母亲决定起诉离婚 父亲收到法院传单后 常在家砸东西 声称如果让他离开房子就把家里砸稀巴烂 母亲甚至被那边亲戚死亡危险 我知道求助警察没有用 法院会想方设法阻碍双方离婚 6个月漫长的离婚冷静期 期间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情 我实在不知道该什么应对 十分迷茫 王先生给一点建议 第1个 肯定要报警 我知道报警没有用 他说我知道报警没有用 不知道 没有用也要报警 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第1个要报警 第2个法院判离婚 也要去申请离婚 要去法院申请 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所以呢就这件事情 需要 当然我看这个行文就知道 你是站在妈妈一边 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 非常非理性的行为 这种非理性行为中间带了很多的情绪 那么这些情绪呢会让人做很多 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那么可能他以后也会后悔 所以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尽量的冷处理 要冷处理 当然这个父亲犯了错误 然后导致了这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作为儿女 尽量的让双方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理智处理 就算分手也尽量让他们和平分手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因为当你变成一个双方对立的时候 很多行为是不理性 是 是以很多行为会变成 以伤害对方为目标 但其实并不是 其实双方并不需要这样 那么中国人离婚就是 就是变成仇敌 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 就是我用这种角度 去 在从中 儿女其实蛮重要 因为在离婚当中儿女其实蛮重要 因为儿女会改变一些看法 你们 比任何外人做工作 都有效果 所以呢 第1个 尽量避免 完全站到其中一边 如果你完全站到其中一边的话 你就会失去这个角色的作用 你可以选择就是妹妹站在爸爸一边 你站在妈妈一边 你们商量一下来处理 让这件事情降温让这件事情慢慢的趋理性 会比较好 好不好 我不建议我不建议双方进行对抗 双方进行对抗 两败俱伤没有好处 对是这样 中国人离婚就是恩断义绝嘛 打一场 这个扒一层皮不够再扒一层皮不够再扒一层皮 就是这样 观点吴阿平就是中共 这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罢了 以他们这么高强度的洗脑仇恨教育 实在很难想象这个吴阿平不是中共内部人物 我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干的 古兽夫毫无疑问就是那个 在南京被枪毙的 被 被民国政府枪毙的那个其中一个 情况解放军报报报道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 新教学模式下第1批学院毕业 随即被派往一线作战部队 学院现在 现在仅需要三年训练就可派往前线 驾驶第3代机 以往需要4到6年 提问这时候意味着军队在加紧备战 不知道 不了解 完全不懂 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现在飞机比以前容易开了 还是现在的训练的水平比以前高了 还是现在的学员的能力比以前强了 不知道 以前需要训练4到6年 那我觉得是不是太落后了 训练4到6年才能打仗 不过呢这个中国的这个 叫什么说呢 怎么说呢中国的这些飞行员的代价 训练的代价 非常非常的大 我认为全世界最大就是中国 在这件事情上 我讲我讲美国的一个数字美国有100万 飞行爱好者 美国有100万飞行爱好者 就是可以开飞机的人 所以你想一下有100万人可以在开飞机 他的战斗机需要 这是一个非常 庞大的基础啊 这庞大 这是没办法比的很多东西 没办法比 观点中芯国际现在弄 7纳米就跟一两年前 华尔街搞利率倒挂吓人一样都是骗人的玩意 用意不外乎我都能做赶快来清销设备大压 实验室做几个double exposure DUV7纳米当然没有啥问题问题是良品率 根本低到没有商业意义 试问如果中芯国际真行 会先给一个外国公司 而且该公司还没有 还出现在三星的 3纳米名单上 墙上没墙内没有大肆倾注完全不合理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里面 如果是他已经实现量产就不是实验室的问题了 关键是他说他是量产 是卖给卖给那些叫挖矿机的 提问加观点本人已经认了多年对移民政策有一定了解 现在经常在小红书等国内媒体上帮网友做一些答案 答疑 有时会被质疑是黑中介 好人不好当 不过我还是努力 继续努力 提问 近期很多响润的网友都被中介忽悠 本人有点闲暇时间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帮助他们 给他们提供一些比较客观的意见 请王老师帮忙出出主意 做YouTube 你做个博主就好了 你把你想说的内容拍一期节目 然后发到推特上面去 我来帮你推广 可以的 或者你在 或者你去TikTok也可以 你拍视频 发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上TikTok 一个平台上YouTube 然后去推广这些 而且你把这些关键词全部放好 会有人找到你的 因为这些内容实在现在太火了太多人想看了 你把这些关键词标好 他们会找上门来 是这样 如果需要沟通需要然后你可以开 现在的平台实在太多了 你可以去开房间 房间 房间比如说推特上面可以开房间 还Clubhouse你可以开房间 因为这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内容 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很简单非常简单 我觉得你跑到小红书上去 当然国内需求更大 反正不管你在哪个平台都会有人骂你 只要你有订阅就会有人骂你 一定是这样 反正你做好思想准备就对了 情绪去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问我 是台湾人吗 我说是 对方很热情的请我喝饮料 说中国人很讨厌 真的很讨厌 我说主要是共产党洗脑也不能全怪他们 但今年安倍遇刺 我看大陆的论坛全是幸灾乐祸的留言 今天我朋友的听歌 开特斯拉出车祸上了热搜 大陆论坛一堆人幸灾乐祸 我一直认为洗脑不会把人性洗掉 但我错了 我认为中国人 我为中国人唏嘘 CCP把中国人的人性和经济 带往深不见底的洞 情况杭州现在核酸 从7天一测 又变回3天一测了 这就跟我们昨天的专题是一样 我们认为昨天的专题认为 疫情反共政策在回谈 在往回谈 今天深圳的这一出 差不多也是反映我们昨天的这个专题 情况深圳福田市中心没有爆出疫情 可是全中心非要 非必要场合全部暂停一夜三天 深圳经济12年以来最差 新书记来了烧三把火 不知道这火会烧成什么样 情况坐标上海儿子9月生二年级 小学老师每天都发一发消息吹打疫苗 不打不让上学非常愤怒 情况2022年5月1号起实施的反有组织罪犯法 简直就是口袋罪进行抢瘸的恶法 提问为什么说中共把红旗插遍全球以及反美 是他的基因 共产党真的有共产主义信仰吗 我不答了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了很多很多遍 往前翻吧 提问中共有政治梦想吗 中共还是有政治梦想的部级以上的官员吗 那得去问中共 中共是权力的动物 我们看到的中共就是有 有 有没有政治理想我不知道 他肯定有政治目标 他有政治目标 他有政治 政治 他的最大的政治就是权力 他的政治理想 就是永远掌握 权力 掌握中国的这个政权 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 情绪一个乌克兰朋友看到网上的郑州民众在银行门口被镇压的视频 向我表示关切 说中国人民也不容易 我跟他说 这些人中大部分可能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怼这些受害者呢 我不理解老实讲真不理解 如果你又有一天你碰成这样的事情 其他人这样说你 你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支持民主自由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像你说的 支持俄罗斯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了解他的个体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呢 对吗 提问去年8月广州出台了二所房指导假 随后中兴城区二所房的成交量大幅下跌 价格只是持平 仍然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请问 持续成交低迷为什么没有造成价格下跌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 一个市场 一个市场实际上它的价格是寻找出来的 价格是怎么寻找出来的 价格是通过交易来寻找出来的 当你没有成交的话实际上这个价格是假的 是你看到的价格 或者挂在那个牌子 或者是某个程度 某个 个体成交的价格 并不能反映它实际的价格 实际的价格必须大量的交易 大量的交易才能反映它的价格 所以你看到我就说 我说为什么我讲 就是说当限购现代取消的时候 价格可能会冲上去一下 但是会掉下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你不知道价格是多少 你不知道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没有人知道这个价格 然后当你取消现代的时候 有些购买力会冲进市场 瞬间把这个需求 把需求把价格带起来 但是这个需求慢慢的被消耗掉之后市场 成交一个成交一个不就少了吗 但是市场供应量更大 价格可能就会掉下来 那么实际上现在限购现代政策 是限制的交易 限制的交易的结果就是价格 不能够反映真实的价格 你看到的价格并不真实 所以没有下跌的情况 没有下跌的情况就是这样 没有成交实际上 市场限制措施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成为一个摩擦系数 这个摩擦系数 大家知道你如果摩擦系数很大的话东西掉下来的速度会很慢 就是这样 情况坐标北京本人是婚礼摄影师 近期北京发生一例阳性 7月19号北京市政府要求继续对婚礼 会议 聚集活动禁止开放 今年对我们这个行业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线下的餐厅正常堂食 穿红纱的就不行 提问大陆现在有这样一种论调 又是论调 日本错过了IT技术革命 电动车在中美崛起 人口老化 日本将会在未来20年 跌落为发展中国家 请问王老师对未来日本的产业变化 和经济发展 有什么看法 老实讲我很不喜欢 去引述别人的论调 这种论调 这完全不了解日本 日本在 日本在 在过去20年 他在进行他的产业升级 日本的产业升级 日本其实有一些尴尬 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日本把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 那么慢慢的中国的制造业起来 中国的制造业起来开始 挤压日本制造业的生存空间 日本其实就 在90年代开始他就要开始产业升级 他不产业升级他就会面对美国的处境 当年日本就是因为 日本把制造业 发展起来以后 挤压了美国的生存空间 美国的成本高 日本的成本低 而且日本的制造业的技术 精英化管理的技术 比美国强 所以他出来的产品 更精良 所以把美国打得满地爪牙 美国没办法去发展高科技 那好中国起来 中国起来之后 在挤压 日本制造业的生存空间 甚至日本在帮助中国发展制造业 因为日本很多厂都搬到中国去 那日本怎么办 日本就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他就找到了一个什么呢 找到了一个中间产业 中间产业是什么 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些 索尼呀他们都卖掉了他们做产品的 产业 电视机不要了 做什么 做小镜头 手机的镜头 大家知道这个手机镜头是谁做的吗 索尼做 索尼就 就开 索尼日本的这些 大的企业 就开始转型 转型做这些更精密化 更高端有高技术的含量 但是需要很大的产业支撑的这种 产业 这个产业日本 全球第一 日本讲日本会跌落成为发展中国 懂啥 根本不懂日本 不了解日本的产业 大家记得 日本制裁韩国 这个 叫 文 文在寅 文在寅找日本麻烦 日本最后制裁他 制裁说我不卖 不卖什么 不卖芯片的材料给你 日本的 韩国的日本的企业不卖芯片的材料给韩国 韩国三星根本就没办法生产 他是生产那种 粘合剂呀 生产那种空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反正就是 大家知道日本的技术非常的先进 日本技术是非常 日本是他现在的产业是高端制造业 然后高端的中间件 高端的原材料全是在日本的企业手里 所以中国跟日本没办法竞争 你现在日本的你我们都说高铁举过很多的例子高铁的那个 罗帽 罗酸罗帽 高铁因为用的是一条很长的铁轨 他要一个防震动的这种罗帽 这罗帽罗酸罗帽 只能有一个日本几百人的小厂生产 日本的技术 日本IT技术革命 中国以为日本错过了IT技术革命 日本没有错过 日本人很勤奋 日本的产业规划产业发展 很有秩序很有规划 日本人你想 日本出了那么多诺贝尔 诺贝尔奖 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 那是白干的吗 中国经常 中国经常污蔑两个国家 中国官方媒体 一个污蔑日本 一个污蔑英国 经常污蔑英国 所以中国人对日本对英国 有非常大的误解 日本的经济实力 反正日本就是中共最痛恨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做不到 提问 今年大学毕业 所学专业在国内找工作难 不对口的专业待遇也不是很好 王老师建议出国打工吗 我没什么建议 你提供这样的信息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 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的优点在哪里 你的缺点在哪里 你的短板是什么 你的意愿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我怎么给你建议 我没办法建议 情况 前几天在广州超市买水喝 突然发现收银台 红底黄字写 买刀具需要身份证实名 没想到广州刀具实名也沦陷 OK 提问 香港银行结余剩下1600多亿 经济停滞无法跟美加息之下 连续汇率会断吗 不好说 你现在我觉得连续汇率现在还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很大的纰漏 但是香港金融中心的基石 被中共一个一个的挖掉 那什么时候他没人知道 我们只能说我们看见他摇摇欲坠 什么时候倒下来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好说 提问美式民主到底是什么 答不了 太大了 民主的本意是什么 民主的本意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就是民主的本意 每个人都有权利 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权利 观点 普通民众获得房产价格 只有在房产中介的挂牌价 和开发商公开的开盘价 这里猫腻很多 常见的手法 是请人刮高房源 稳住民众的感受 如果你真想知道价格很容易的 我都说过 找三个中介 先办买家 再办卖家 找三家中介公司 打六通电话 你就会知道房价在什么水平 大体上在什么水平 当然我们只是 随便聊聊 不用花这么大功夫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卖房 你真的要买房 你要真的想知道市场的价格 你就 跟我说的这样 找三个中介公司 先办买家 再办卖家 去问 房子现在什么情况 聊他10分钟 你就知道了 六通电话就够了 观点 建议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如今的 5.57亿人患病 635万人不幸遇难 再次强烈建议王老师从中文 圈史 将COVID-19命名为中共 大肺炎或者是习近平病毒 进而各民族 语言 幻变全世界 我还是坚持用武汉肺炎 从第1天开始我就用武汉肺炎 到现在我也会用武汉肺炎 我用武汉肺炎的原因只有一个 是纪念 发生 肺炎的地方 那个地方死了很多的人 我们要纪念他们 他们值得我们纪念 我不会把这件事情拿来作为一个武器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我认为武汉肺炎就是武汉肺炎 从第1天开始这么叫 我就第1天 叫到现在 我还坚持这么叫 情况 我发现从今年3月份开始 国内各大社交媒平台的舆论风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官方账号视频的评论经常一片骂声 经常逼得官媒关闭评论 另外就是大白已经不受尊重 反而成为被网爆的对象 三年疫情改变了很多 的确是这样 所以 我还是那句话 尽量大家评论的时候 或者在我这评论 在我们视频下方 的评论区的评论 跑到推特上找我来评论 请大家不要说反话 有话好好说 正面表达 很多人喜欢说反话 把事情往上推 推坏一点 这个很正常啊 共产党就是这样啊 我不喜欢这样的 这不正常 这本来就不正常 共产党干的这些事情都不正常 这是不对的 这是坏的 这是错的 这是罪恶 就这样讲 直输凶义 我不希望大家说反话 很多人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 因为这种表达方式跟五毛分不开 分不清楚 所以请大家尽量的 有话直说 好吧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